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号码的输入 同样道理 这里面有修改 有删除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作废对不对 那我请问一下 假设我现在这个单据 我不要了 我用什么方式 删除吗 作废 谁说作废的 哪一个 几手 好 作废很好 为什么 两个人举手 还有谁同意作废的 林子玲 为什么作废 他们两个同学举手 都要用作废 荧幕里面写 荧幕里面有一个 删除 有一个作废 为什么要作废 为什么要用作废 而不用删除 已经核定了 还有呢 林子玲 你没回答我 你回答隔壁的 来 为什么要作废 为什么要用作废 而不要用删除 很重要概念 因为我们的系统 在企业里面 同样在做的业务人员 或者同样在用系统 你那个部门的人很多 如果说权限一样的时候 他可以看到你的东西 甚至于说 你有授权到两个人一组 作业的时候 会有互相 可以去修改你的资料 如果你用作废 他会保留 你各个每一次作业的时候 进去的时间 修改的内容 通通都在上面 最后呢 作废 资料还是作废 还是有历程在上面 历史资料都在 如果你删除呢 删除就没了啊 对不对 不能用删除 尽量不要用删除 后面呢 还有很多 包括 我们 我给你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再看一下系统的图就好了 假设 假设 我现在订单 我有一个 叫做什么呢 报价完以后 订单 订单 有没有订单作业 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 你看旁边会有一个什么 订单 变更作业 对不对 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做这个 作业单 做好以后呢 不要用 给我删除的 你要用变更 变更里面呢 你可以在里面变更 然后再给它作废 而不是删除 任何一个 包括 譬如说 我们这边有采购 一样 采购单 有一个叫什么 请购单 采购单 对不对 这里面也有 维护作业 更新作业 这样知道吧 所以第二个 很重要的概念 我刚刚讲 重要概念里面呢 所有资料 不要用 删除的 除非你刚开始做 还没有 还没有进入 储存 那当然删除 没问题 好 这是第二个 重要的概念 好 今天我们 谈了这么多 中间没有休息 给你们做这么多呢 我再做一个 总的复习 因为我们下礼拜开始 我又回来 从报价单 需要的 建立的一个 基本资料 你可能碰到的 我们刚刚不是 从报价单开始 假设 报价单里面呢 不是会有 单别吗 对不对 单别这里面 有单别的问题吗 还有呢 还有这个 比如说 还有这个 客户 你怎么 建入客户的资料 假设 假设这里面有 这么多公司 不是你的客户 你另外有一个 新的客户 你要再 建立一个新的 客户资料 对不对 或者说 业务人员 我还有另外一个 业务人员没见到 你怎么去建立啊 还有呢 这个 汇率别 你的单据 你是汇率 你这个公司的 汇率是如何 等等 所有的 还有品号啦 这些 你只要用到 这个作业 需要的资料 你必须要去建立的 那因为我们的 操作模拟里面呢 有很多都是什么 都是公司先建立好 给你们随时可以用 进入 很快进入状况 可是呢 有可能 你进入公司 你会碰到 你要建立的时候 怎么建立 这在下礼拜呢 我会给你们做一个 基本资料 的维护建立里面 有很多 参数的东西 还有呢 基本参数的设定 包括 后续 还有 刚刚有同学问到说 权限问题 今天我在作业的时候呢 我给你权限很大哦 现在给你很大哦 因为 你要做模拟 好几种身份 那真正在作业 不可能这样子的 我不可能因为 假设 假设我两个同学 吴嘉宜 林思寅 林子林 他们两个 在同一个公司上班 同样的业务 做到 做到某一段 有一天不小心吵架了 吵架以后 上去资料 串给人家资料 怎么办啊 所以一定要有权限嘛 有权限 他就不能给你 动任何的资料 这种概念 好 那这里呢 有关的 基本资料的设定 还有 当你要去做 最简单的订单 里面要去做 报价的时候 有一些资料设定 我们下礼拜 会做一个 说明 然后慢慢进入状况 那下礼拜开始 我不只会给你进入 操作 同时会加入一些 我们的 有关 基本 叫做 基础观念里面的一些 理论性的东西 理论性的内容呢 也会在下礼拜开始 慢慢加入 然后 大约 我们第四个礼拜开始 就会有 简单的模拟考试 我讲到某一个部分 我就会给你题目 去做一个测验 我讲到某一个部分 我讲到某个部分 也会帮助他 来个视频 讲到某个部分